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之前这个豆瓣的数据分析的这样的一个网站来演示一下我们这个eCharts的使用 那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eCharts呢你直接搜索这个eCharts到它的官网上 然后直接通过这个文档里边的教程就可以来快速的学习我们之前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了 那么具体的学习方法呢大家可以看上一个视频 那么在这地方我们直接来进行使用了 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我们在这个腾讯QQ不管是我们群里边啊 还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的把这里边的JS文件下载下来啊 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shtatic下边的JS里边去啊 那么之前我们这个测试的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没什么后边的用处了 你可以把它删掉啊也可以在这留着 所以之前我特意在这建立了一个test的文件夹 好那么第一步呢我们是先要把这个文件引入到当前我们这个界面里 所以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score这样的一个文件 打开它之后呢大家也知道那个引入的位置啊 就在这个meta下面你找一个位置放在里面就行了 那么具体的代码呢就是我们引入一个JavaScript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那我们可以在这把它复制一下也可以直接自己手写啊 那比如说在这个地方你选择一个位置啊 比如说我们就在这个上面写吧 在这你粘过来也行哈 ScriptSRC等于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写完了之后呢这就是第一步完成了哈 引入我们这样的一个eCharts这样的一个JS文件 那第二步呢是给我们这个显示出一个位置对吧 那我们还是先把我们的服务器呢先运行一下哈 点右键 在这地方没有显示呢你可以点右上角哈 点运行 好回到我们这个网页端啊 我们直接刷新一下 正常显示出来了 我们现在点击一下电影 看看之前那个效果还在不啊 确实还在啊 点击一下评分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是想在这显示一张图表啊 那么现在这个内容其实都不太需要了 我们就在这在这显示一个一个 我们说柱状图吧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把它删掉就可以 跟前边写这个电影的评分是 电影的这个列表是一样的哈 把这儿空出来 然后上面这文字如果不需要你就换掉哈 所以我们还是来回到这个score里边 把我们这段内容呢给它替换一下 内容还是这个our team这个地方哈 这个文字呢我们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叫做 不叫数据分析了哈 这个叫做平分分布 平分分布图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图 标题是这样子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在这下边的这个内容就不需要了 把这个container里边这些row啊 给它删掉 所以在这儿到这里结束 删除 嗯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有个错误说明这儿有一个少的DIV啊 没有删掉好保存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哎在这个平分的这个分布图呢 这个地方就空出来了 好我们在这儿显示一下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图形 所以在这地方呢借鉴我们之前还是这个例子是吧 你可以点开看我们官方文档第二步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儿为他准备一个DIV啊 我可以把这个复制 这个注释也一起复制过来哈 把它放过来粘贴 为他准备一个这样的一个DIV 当然在这个地方这个大小呢 你可以再调哈 我们先默认是这么大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刷新的话 你应该看不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 刷新 大家看 它只是有块空白的区域啊 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图形 好 这个这个区域如果你觉得大呢 也可以放小一点没关系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 这个区域里边我们要显示一张图表 那么这张图表你可以先拿测试的这个来试一试啊 能不能把我们这个测试的内容给放在这里 因为你毕竟你的这个JS文件的路径啊 可能他找不到 对不对 所以的话在这里边 我们把这个测试的这条代码呢 先给他拿过来 比如说JavaScript的这个 把它复制 Ctrl C 粘贴到我们这个项目里来 那建议大家呢 可以放在最下边啊 这样的话呢 他装载的时候是可以到后边装载的 当然你可以放在前边也没有问题 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啊 那当然现在这个代码有点长 我这样来回拖动呢 可能不方便大家来查看 我还是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呢 给它删掉 大家也知道啊 就是这个main 我把它删掉 好 保存之后呢 我就直接粘在main这边 也可以哈 粘贴 这就是一个JavaScript代码段 所以你只要粘在这个里边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哈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修改 只需要在这个页面上呢 再点击一下这个评分 刷新一下 好 大家看到下边已经没有什么内容了哈 但上面也没有显示图表啊 是对的哈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改那个JS的路径 那下面这个地方还没有删除 所以我把它也删掉 往下 Footer啊 在这里边的top删掉 保存一下 刷新 好 下边就是这个样子的 上面是这个样子的 这就是一个我们干干净净的 评分的一个显示区域啊 那为什么显示不出来呢 这个大家也知道哈 是因为我们这个 呃 具体的这个 JS文件啊 我们放到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位置 跟当前的网页不是相同的位置 比如说你在这点一下哈 你看 他默认的这个路径呢 是我们跟路径下边的 eCharts 这个下边 这说明这个路径肯定是不对的 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 让他找到这个JS文件呢 要改一改这个路径 啊 往上一点 借鉴我们其他的这些组件的这个路径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assess下边的JS下边 所以在这呢 你可以把这复制一下哈 assess 然后呢 下边加上一个JS 啊 在下边就是他 好 我们保存一下 再次刷新一下 哎 大家看 这次就把我们这样的一个例子啊 给显示出来了 那这个例子并不是我们现在真实的结果啊 只是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我们这个图形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要对他进行一下修改 那么这个修改该怎么修改啊 那首先来讲的话 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图形的样子 这是我们先要选择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样选样子啊 还是回到我们这个官网 根据你想要的结果啊 来选择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是想要柱状图 但是呢 想把这里边的一些参数做一下配置啊 不想要刚才那种红色之类的 所以你选择一个柱状图 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分的分布啊 你可以选择丙形 也可以选择柱形图啊 我比如说就选择一个柱形图吧 比如说这个 那么这就是刚才那个简单的那个版本 我们在他上面做一些编辑啊 点他一下 那大家看到这个图表啊 比刚才那个可能还简单一点 这没有标题 也没有一个示例啊 那么怎么样来改他的样子呢 虽然这右边啊 他有一些不同的这种样式啊 你看这有蓝的啊 还有一些这种高对比度的之类的 那么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啊 真正的修改还是在左边 这个配置项这个里 那么配置项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自己来添加一些这个属性啊 或者说一些标签啊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修改一下他里边的这样的一些选项啊 比如说我们先尝试第一个啊 比如说写个 啊 color 大家看到他下边是有这个代码提示的啊 你一回车写个color 写个冒号 方括号 加个逗号 这表示这加了这样一个建置顿 对吧 那么在这里边写什么呢 你写个单引号 大家看我一写 这右边就变成黑色了啊 因为这是表示的是 你要对当前的这个主颜色 进行一个配置啊 这个注入的颜色 那么我现在没有颜色 他默认黑的了 那你随便给他一个颜色吧 比如什么3398db啊 哎 大家看啊 他就变成这种蓝色啊 所以的话 你根据你自己想要的颜色 你直接写个color啊 这就调整了他的颜色 那么这是实时运行的啊 如果没有运行 你可以点运行 当然如果你中间有写错呢 他就会显示你有错误啊 那除这个以外的话 你还可以写什么呢 那其实你比如说这个柱呢 你比较宽啊 你可以在这个系列里边 这个系列呢 就是调整 我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柱的 这样一个内容的 可以大家看到这写的data呢 就是具体的数值 比如说这200啊 我可以把这个第二个柱 给他降一降 那么你就改这个地方就行了 比如说我给他改成20 大家看他一下就降下去了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数值啊 当然这个数值呢 我们现在不追求他真实的情况 那具体这个数值是多少啊 我们等到后边 用python代码来从数据库里获得 只是想让大家知道 这个地方呢 控制的就是我们这个数值 好 那这还能控制什么 这是bar啊 这个地方的类型是一个柱状图 所以它是bar 那么还可以什么 比如说这个bar的宽度啊 你写个bar 你看 大家看 bar的宽度啊 这宽度是多少呢 当然这前面跟他之间肯定有逗号相分隔啊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是60% 让它变细一点 哎 大家看了 我在编辑的过程中 这地方就已经慢慢变细了啊 当然你可以再直观一点 30% 大家看它最细的话就是这样子了啊 那么在这地方的话 比如说我们写个100%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看右边啊 还可以130啊 1300太多了 100%我运行一下 哎 大家看到它是报错了啊 这报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地方写的这个内容啊 它的格式不对 那么它是运行不出来的啊 那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给它剪切一下啊 重新来一下 那么 看 它又恢复正常了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中间插一下啊 我们在这地方写一下啊 比如说bar wise 在这个地方我写一个冒号 那么在这写个60% 逗号啊 这样分割一下 大家看到运行 他说这个编辑有物啊 你可以把它复制啊 他说这个地方这两行之间有问题啊 那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啊 这是把它整理一下啊 看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符号 他说这呢 期待一个逗号 我们这已经写了一个逗号了 对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他需要一个单引号把它阔起来 所以的话 他识别这个地方有问题 好 你看这次就没有错误了 运行 大家看到它变细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啊 就是在你这个地方写的时候啊 你只要写对了 它就能实时的显示出来 好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里边 你说那我到底写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这有color啊 你怎么知道这有cellus里边有这个barwise 哎 这才是关键对吧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在我们这个教程里边啊 它不仅仅是在这给你介绍它怎么用 它更多的是还有很多概念性的东西 那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咱们这自定义系列啊 比如说你想对这个系列进行一下定义 你可以看下边啊 比如说我找这个负文文标签吧 更直观啊 那大家看到这是一张图啊 这张图呢 里边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元素啊 你可以点击 那右边呢 也有这样的一些小图标 那么比如说你看了一个图形是你想要的啊 比如说这种图形是你想要的 你发现它左边还可以有这种图啊 挺好看的 那怎么办呢 它右边这直接有个reset 大家看到了吗 重置还有个edit 你点这个edit 它就新打开这个网页 里边的每一部分呢 其实你都可以在左边找到对应的关系啊 你点它的时候呢 它左边其实有一些竖直呢 就可以进行修改 那么比如说你像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可以有图片呀 它左边这儿就是有一个根路径 加上一个图片的一个位置 就是它 那么同样的其他结果也一样 那左侧这地方为什么会有title啊 这个title控制啥 Y字这儿 你甚至可以只给它写个W是吧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你写个W 这就变成W了 所以我们想说的是 为什么我知道写title呢 是因为我在看别的例子里边 它有title 而它的例子呢 就是这么写的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把它这个例子 在这Ctrl-C 复制过来 然后在我这个例子里边 我刚才那个例子在这里 对吧 我也可以在这 Ctrl-V 加一个 大家看 我这就有一个W了 对不对 我也可以在这写一个 叫电影评分啊 比如说 写个中文的 电影评分表 大家看 这左上角就有了 所以其实并不是我在这背下来的这些Color 而是在我看其他人的例子 比如说人家这里边的元素比较多的时候 那它有一些什么东西 我是不是也可以有 你比如说它这有一个Tool Tip 比如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想看看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把它拿过来 是吧 你可以放在这个下边 比如说Color下边 我就放一个 大家可以把它放在上面运行 大家看到现在的不一样是在这 当我把它放过来的时候 我鼠标再滑过的时候 它就多了一个阴影 大家看到了吗 那么我鼠标在哪滑动 它就有阴影 这个是在之前没有的 对比一下呢 我把它删掉 Ctrl-X 再运行一下 你看 现在我这就没有 但是只要我加上那句话 加上那个Ctrl-V 忘了 没有了 复制一下 把它粘在这一下 粘贴 当然这个格式的话 你可以对齐一下 运行 你看这次鼠标滑过 就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所以想跟大家说的是 并不是我背下来的 而是我在看别人家的 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 对一些东西产生了好奇 比如这个Landern是什么 其实这个Landern 我们知道 就是上面这样的一些标签 那么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之后 就可以把它有选择性的拿过来 那同学说 那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不知道 可以这样 Ctrl-C 在左侧这地方 Ctrl-V 哪一个地方呢 大家看 这有一个配置像 左侧这个地方 有个配置像 也就是当你看到 哪个U文单词 你不认识的时候 Ctrl-V 粘贴 搜索 它就会告诉你 Legend就是图例组件 它可以展示什么 在这里边可以用什么样的 可以看具体的例子 有哪一些可以选的值 每一个值是什么效果 全都写得很清楚 所以当你看别人的例子 比如你说这个 这个Grade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这可以粘贴一下 比如说粘贴 插找 它就在这里边 比如说你选这个Grade ID 一般上面的话 就会给你 告诉你Grade 它说这个是在直角坐标系内 绘图的网格 大家知道 为什么叫Grade 就是网格 就是背后有这横竖的 这样的一些线条 它说单个Grade内呢 可以放置上下两个X轴 上边下边 左右呢 两个Y轴 左边右边 可以绘制折线图 散状图 等等柱状图 那我们这柱状图也有 是吧 你也可以把它放进来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往下滑动一下 看看哪一些属性呢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或者是尝试一下 你可以往下看到 比如说像类似这种吧 距左侧的距离是多少 距上侧的距离是多少 那这样的一个写法呢 就可以改变我们这个图像的一个整体的占比 或者是位置啊 比如说我们来试一下 你看它左侧呢 就告诉你写法了 Grade的冒号 然后里边呢 就有这样一些属性 所以的话就直接可以在这 加上这样一些内容 用逗号相分隔 然后建置对的方式 用冒号来进行区分一下 那具体的话 哪一些有单印啊 哪一些没有呢 它都写得很清楚啊 比如说我们就尝试一下吧 这个有一个left 它用百分比的方式来写啊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来写嘛 那还有top啊 还有right 还有bottom等等啊 所以我们来写几个试试啊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Grade 它默认的这个是 它自己是百分之百啊 我们在我们这也写一下 可以把刚才它那个复制过来 比如说就这个 是吧 Ctrl C 可以复制到我们这个地方啊 Ctrl V 哎 大家看我刚复制过来呢 它左侧这个地方 向里边滑动了一下啊 你可以剪切一下再试试 比如说拿走 哎 大家看这个距离左侧呢 就是更加往左一点 然后往 加上它 距离左侧呢 就应该是有100个像素点 这样一个距离啊 那比如说距离左侧 只有3%的这样一个空白啊 你就写个英文的啊 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写个3 写个百分号 大家看 这就3%的一个空白 它就会更满一些啊 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话 就具体的这些 如果你再写个距离顶部啊 比如说逗号 那距离top 大家看它就有提示了 对吧 那么冒号 注意啊 是英文的 那这个地方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它写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right吧 right 距离右侧是多少 那现在右侧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白色多一点啊 比如说我们写个4% 啊 4% 哎 大家看 它距离右边这个地方呢 也就比较饱满了 是吧 这个图就显得更加的 呃 大一点的感觉啊 那么在这地方 比如说我们距离顶侧啊 底部啊 bottom 冒号 距离下边 我们也让它有 少 就多一点啊 就空余的这个少一点 比如说3% 然后大家看整个这个图呢 就变得 非常的饱满 啊 当然看你的喜好啊 那在这地方还有一个叫做 呃 其他的一些标签啊 你可以在这里边再找一找 比如说在这里边有个叫 contain label啊 比如说你点一下 这边就马上定位到 都是是否包含坐标轴的 这个刻度标签啊 就这个比例里边啊 这个 我们这个 大家看到这下边啊 有一些内容已经被盖住了 这说明这个有点太饱满了 所以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叫做contain label 啊 是不是包含我们这样的一个底部的标签 比如说你是包含呢 啊 就是处啊 你看包含的意思就是核心内容里边 是包含我们底部的这个内容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时候呢 我们这下边的这个就能完整的显示出来了 所以用这个东西的话 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说 这个gare的呀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横向的 纵向的这样的一个网格 来调整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图表的一个显示区域啊 所以大家用这样的一个思路呢 其实可以尝试很多啊 它放在前边的这样一些属性啊 都是我们平常最经常用的 比如说这就是x坐标的啊 y坐标的 那比如说x坐标里边也会有很多啊 这样的一些属性啊 比如说你可以看看哪个你感兴趣的 是吧 你就试一试啊 就这个意思啊 当然你也不用盲目的试啊 就像我说的 你可以看人家的例子啊 多看人家的例子 你觉得哪一个例子的 哪一个地方比较是你喜欢的 这样一些元素和特点 你就把它拿过来就行了啊 那么拿过来之后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就这样了啊 我们基本上已经调到了 我觉得还ok的地步了 当然这个电影评分表 看你需不需要啊 我们这个上边因为有个标题 我就不需要这个了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title先删掉啊 其他我觉得就这个样子吧 那同学可能会说 那你这下边的这个 这个数值到底有多少个啊 跟我们的数量是不是一样的 大家注意啊 这个数量其实你不用管它 你只要这下边加更多的数量 比如说我们在这 加一个再加一个啊 加个20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高度啊 就出现了 那但是这个高度呢 决定了你这个坐标轴以外 你会发现那我那一列没有出来啊 是因为你那一列呢 还需要也给他一个x坐标轴的一个 这么一个内容啊 比如说我这儿就写了一个999啊 大家看 这就显示999 它的数值就是200 所以你会发现 控制这个表格上边的每一个柱 只需要在横坐标上增加 它的一个坐标的这么一个内容 以及给他重坐标 或者说给他的一个这个柱 一个数值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通过这个例子呢 就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就是整个这个样子啊 你已经锁定好了 你要想让这上面显示的内容 有你想要的这些信息的话呢 只需要改变两个地方 一个是你的data 这个就是x坐标上面的这个文字内容啊 就下边这个每一个这个标签的内容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的这个系列 所谓的系列里边呢 就是你每一条柱 它具体的数值是多少 来影响它这上的一个高度啊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eChats 基本上的使用方式了 根据左侧的这样一些属性啊 参照着它这样一个文档啊 这个配置项 把里边你想要的一些内容 配置好就可以了 那具体怎么样把它引到 我们这样的一个例子里呢 那么大家可以看 我这个画面的右下角啊 我把它缩小一点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右下角 它有个download 大家看这个位置 这有个download 也就是当你左侧这个地方写好呢 你一方面可以直接在这复制粘贴啊 但是有的时候 你可能复制的多一个少一个 或者说到你那个网页里边 经常会出问题 你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这怎么办呢 为了防止你出这些错误 在右下角这个地方 大家看有个download 你点它一下呢 你看到这自动的帮你下载了 这样的一个网页啊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文件夹里查看一下 大家看它下载这个网页啊 那这个网页呢 你可以把它直接打开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网页的内容啊 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它这说有这样一个信息 你不用管它 其实这地方就显示的是 我们刚才那个图表的一个 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效果了 对吧 只是它显示的比较大而已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网页 在我们这个使用过程中怎么用呢 其实你可以点右键啊 我们使用这样的一个 可以把它直接复制到 我们这来打开一下 比如说我们复制 放到我们这项目里来 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比如说就放到这个template 下面吧 粘贴 past ok 我们打开它可以看一下 这个里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的 看到那个图表的各种元素啊 其中这个地方对我们最有用 就是一个完整的JavaScript的代码 所以相对于你在网页上去复制 它仅有的这个option来讲 在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更完整的 script代码的一个编辑啊 但是大家要理解这个script代码的含义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第一句话 它默认呢 是往这个getelementbyid 是往container这样一个div里边 显示我们当前这个图表 这个container来自于哪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地方非常挤啊 在这我把它拉开 大家就看出来了 就这个 它上边呢 给你放了一个div啊 这个div的id呢 叫container 它的style呢 是占了百分之百的高 这个时候 所以你刚才看到那个网页 那个图表那么大 是因为它这个地方 限制了你这个图表 显示的一个范围 所以如果你想把我们自己的 这个图表 放到我们自己那里呢 首先这个地方的id呢 你要看看你的id是什么 那举个例子 我们看刚才我们这个score啊 我们刚才score这个位置 也留了啊 留了一个位置在这里 大家看到 叫main 所以你把刚才那个script 如果复制过来呢 你需要把那个id改成main 当然高宽的话呢 我们这自己的一个高度 设定好就行了 那你接下来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把这一段 java script复制过来 大家看啊 我选中 点右键 copy 复制过来之后 粘贴到我们这 那粘贴到哪呢 刚才已经给大家建议了啊 你就写在下边这就行了 你可以把这一地方 整体的就换掉 这是刚才我们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作用啊 注意我这个例子的作用是什么 并不是为了给大家讲课啊 而是通过这个例子来检测一下 你最开始引入的这样的一个 js文件路径是不是对的 我建议大家也这样干啊 就是你先用一个默认的例子 检查一下 js是不是能正常的访问 如果能正常显示图表了 你再把你的注意力 放在怎么样把图表能够 设计的美观 或者是数字能够显示的正确上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建议啊 就是你这样测试结束了啊 所以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啊 delete 删除掉 删除掉之后 把我们新的这个JavaScript粘贴上 Ctrl V 好 粘贴上之后呢 别忘了我们要把这个container 这个地方改成我们这儿的一个名字 叫main 当然注意不要跟你自己 其他的一个名字重名啊 如果你自己其他的某一个 某一个这种DIV里边 还有一个也叫ID也叫main的 那肯定就有问题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注意一下 你的整个网页里边 是不是只有一个main啊 那你也可以Ctrl C 或者是Ctrl F啊 在这儿查一下啊 有没有其他的main 比如说向上啊 这儿有一个main 再向上 这儿有一个main 但是这是注释 没关系啊 再向上 没有了 哎 这个最下边呢 有个mainJS 这也没关系 对吧 再往上呢 就没有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地方了 又回来了 所以你可以这样检查一下啊 这个ID别冲名 好 那么现在这样子 是不是就能正常显示呢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看看效果 好 我们的服务器已经启动了啊 我们在这边直接刷新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点这个评分 刷新一下 哎 大家看到啊 这个地方我刷新完了之后呢 刚才我们这个图就已经显示在这了 而且你看有这个灰色的 这个证明确确实实是我们刚才在这里边设计的啊 只是这个尺寸好像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啊 应该再往上一点 而且这个应该再宽一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你都可以通过什么东西来协调呢 不是去调你那个图表啊 图表就不用调了 你调一下你这个显示的区间就行了 比如这呢 是按像素来的 比如说宽 我们现在不按像素 比如说我们按照80%啊 按照百分比来 对吧 那高度的话 这个40呢 也比如说我们按照30%啊 假设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看效果 是不是理想的哈 比如说刷新一下 哎 大家看这个地方有点太小了 是吧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改一改 或者说你直接高度可以写词啊 比如说400px 啊 这样的一个高度 我们再来试一次 刷新 啊 有点太高了 是吧 再改一下小一点 300 再来一次 刷新 哎 大家看 这样子的效果好像已经有一点点感觉了 对吧 这个横向的这个宽了一些啊 纵向的这高度 正好一屏就显示完啊 往下的话就是这个 这跟我们刚才首页的这个效果 大家看首页的这个效果是这样子 评分的效果是这样子的啊 感觉差不多啊 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想要的了 对吧 当然你还可以让它再宽一点啊 80% 如果你觉得少了 我们就90% 保存一下 但是大家也知道啊 前端的这个工作呢 基本上就是不停的去调整啊 当然这个好像我们就算是100%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 100%吧 保存 因为它外层还有个container 对吧 哎 你看 这样的一个效果 当然了 这个地方肯定不是只是这样一个选项啊 我们只是先把这样的一个图形 先把它摆在这 这个站位呢 感觉不错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专注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数据上了 那这个数据的内容的话呢 大家也知道 这肯定不是在我们这个界面上来去 临时想出来的 对吧 这个里边的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程序啊 这个里边的数据啊 现在看到这个页面上的这个data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我们这个x坐标轴的信息 这两个应该换成我们豆瓣的里边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这是一个分数分布 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平分呢 比如说8.1分 8.2分 8.3分 是吧 每一个分数都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是 评价啊 评价数 比如说8.1分的电影啊 一共有这个10部啊 8.2分的电影有这个20部啊 比如说8.3分的电影有15部 类似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分数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应该是我们到底有多少部电影 所以按这种思路呢 大家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数据库里去查询一下 不同的分数的这个相当于是统计结果啊 比如说我有8.1分的有多少部 8.2分的有多少部 所以的话 这SQL语句 大家是不是能想出来呢 啊 我们把那些结果放在这儿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之所以停顿一下 就想让大家想一下啊 如果你没什么思路呢 你可以继续往下看 如果你有思路呢 我建议你可以先把数据库自己尝试着写一写啊 好了 那么现在我回来啊 回到我们这样的一个APP.py里边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可以拿到这些内容 那其实跟上边这个大同小异啊 那么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就直接在这复制了 前面这个东西呢 大家已经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对吧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再看一下就行了 我在这粘贴一下 再评分这 那首先呢 这datalist是不是还需要呢 好像现在看起来不用了 对吧 我们现在只是想要连接一下数据库 查询一下 那这次不是查询所有的信息啊 这次我们其实只查询两个东西 查询哪两个东西呢 一个是我们现在的分数啊 score 我们的分数有哪些 第二个呢 是每一个分数到底都有多少个 那么因为在我们这个SQL里边 有个count 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啊 那么我们在这里边score啊 我们可以查找一下 我们现在所有的分数 以及统计一下每个分数有多少个啊 多少个或者多少条记录 叫做count 那么在这个表里查询的时候 我们肯定还要做一个分组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到底有多少个这个这个 这个score的话呢 我们是按照评分来进行下分组 然后统计下每个组里边的一个条数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里边呢 from它group by分组 按照评分来分组 就这个意思 这个地方就是SQL语句啊 如果大家在之前学数据库的时候 还有印象的话呢 就直接写出来就行了 如果你自己对这个东西已经没什么印象呢 我建议你还是测试一下 有可能写错 怎么测试呢 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说在你的这个数据库里啊 在这个地方 可以直接输入SQL语句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点右键啊 这有一个SQL script 这有一个Source Editor啊 点它 点它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界面上呢 就弹出了这么一个编辑框啊 我全屏 它默认是键表语句给你显示出来了 但我们现在不需要啊 直接可以把它选中 删掉就行了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直接执行你的SQL语句 所以我把它粘贴上来 这就是刚才我写那条语句 那到底这条语句写的对不对呢 你可以在这执行一下 看看效果 点右键 直接Execute运行 他说你到底是一个哪一个绘画里啊 是新的一个绘画 还是当前绘画 你选哪个都行啊 那大家可以看 我选了一个新绘画 新绘画呢 它就在下边给我展示了这么一个结果啊 在我这个数据库里边进行查询 查询出来的结果呢 如右边这个所示啊 大家看到这儿有一个结果啊 结果就是一共查出来15行 这样子的一个记录 也就是说评分一共有15种啊 从8.3 8.4 8.5 8.6 一直到99啊 这样9.1 9.2 9.3 你会发现还是比较连续的啊 那没有小于8.3的 没有高于9.7的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分布 那么这个分布 它统计的结果呢 也在这儿count 这样的一个group的方式啊 分组统计出来了 分别8.3的有一步 是吧 9分的有22步 8.9分的有30步 哎 不用多说了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那么这个数值 怎么样可以给它放到我们的前边的这样的一个网页上呢 那这是下一步我们要考虑的 至少这个数值 大家知道这个其实就是x坐标轴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想显示的那个条形的那个柱子 那个柱子的一个高度 对吧 好了 那我们把它放下来 说明我们这个sql语句没错啊 我也建议同学自己在后边写其他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爬虫展示数据之前呢 先保证你sql的这个代码是对的啊 好了 代码没错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程序里边来 那么在这儿呢 就可以查询出来了 那大家也知道这个查询出来这个结果 对吧 它其实是10 刚才是十几行来着 15行对吧 15行 然后只有这个两列 那怎么样来便利保存呢 其实我们并不是想要每一行记录 大家仔细想一想 我们其实想要的是 它的那个评分的那一列 和我们当前的这个每一个评分里边 对应的它的一个条数 对吧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来两个列表好了 因为为什么要用列表啊 大家看一看这个界面啊 你看它这个前边 这是一个方括号 这是个方括号 里边用逗号相分隔 这看起来像不像就是一个点型的 一个列表的内容啊 这个地方也是啊 里边全都是字符串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在页面上 能够输出最后的结果 是这样一个 列表的形式 那么最后这个渲染出来的结果呢 就能够正常显示 所以呢 我们给它建两个列表啊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建一个列表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 叫做分数 是吧 我们这个评分嘛 分数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个就叫 这样的一个分数呢 比如说就是一个空的 这样的一个列表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电影的一个 呃 条数 那么这个电影的条数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就叫 Number吧 这个Number也是一个列表啊 那注视一下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评分 这个有多少种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每个评分 所 这个相当于是 统计出的 电影数 电影数量 那大家知道这个的意思呢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把它得拿出来 对不对 那这地方就不是这个 这个了啊 这个刚才已经被我们给 剪掉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地方就是 这个分数 这个分数点 追加 那每循环一次 大家想一想 它这个第一列 就是我们想要的 对不对 那么大家看一下 注意一下 不要直接把第一列拿出来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第一列啊 这地方人家要求的是 字符串啊 对不对 而我们那个地方是数值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保证 跟它这个界面 要求的是一样的啊 它这个标签 一定是字符串啊 不能是数值啊 你说那数值行不行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你把这改成数值 比如说我这写成99 大家看 能不能行啊 如果能行的话 我们也没意见 对吧 刷新了一下 后退一下 哦 没有了 没关系 我们在这来看 比如说在这地方 我直接加一个 99 能不能正常显示 能正常显示 那就没问题 所以我想给大家说的是 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这个页面上 能正常显示 为基本要义啊 那在这地方 你可以自己选择了 如果我们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字符串型的 你就直接放 如果是数值型的 刚才看了也没有问题的 你也直接放 但如果你这里边是一个特殊类型 你需要在这做一个类型转化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评分啊 看刚才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放进来 那这就是我们的item的里边的第一列啊 所以item0 好了 那么我们这里边有多少部电影 这个呢 也追加到这里边来 这就是item1 也就是我们的第二列 那么有了这样的两个 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是 存储的数据的列表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变量 传到我们的页面上了 这是我们之前讲flask的时候说过的 对吧 页面怎么样接我们的参数呢 就直接在后边加兜号就行了 好 不多说了 直接在这接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是score啊 那它就等于score 我就是两个名字起成一样的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叫number啊 那我们这也叫number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在页面上直接把这两个东西给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好 那具体打印的这个效果对不对呢 那我们就直接到这来 还记得我们说过 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子去把它显示出来吗 那我们直接在页面上 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 相当于是 大括号来给它替换掉 对吧 大家注意这个现在的样子啊 为了对比呢 我把它减切 我把它注释一下 啊 html的注释呢 是一个碳号 加上一个英文的碳号 加上两个横线 再加两个横线 我把这个放在这啊 为了方便大家做对比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形成这样一种格式 那我们通过一个大括号 再加个大括号 那么刚才我们想在这显示的这个x坐标 就是我们这个分数对吧 就是score 那我直接这样写的话 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格式呢 我也不知道啊 可以试一试嘛 对不对 下边也一样啊 下边这个的话 我也给它注释一下 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啊 Ctrl C Ctrl V 给它注释掉 Ctrl C 方便一会儿我们做对比啊 注意这有个逗号啊 千万别弄错了 这地方就没有 你看这就没有逗号啊 为什么要把它复制做对比 就是看前后的是不是一样啊 在这地方呢 我们是number 所以两个大括号 一个number 注意这背后有个逗号 所以加一下啊 这儿 我们这样直接写 看看它有没有这样方括号会出来啊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现在直接呢 在网页上访问一下 访问我们这个地方 点一下刷信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啊 我们现在再次点击一下这个 查看一下我们这个圆码 可见它还没有改变 那说明只有一个可能了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网页编辑错了 大家看确实是编辑错了 我们现在这个网页的话是这个位置 但是呢 我们其实是要访问的score 对不对 所以注意啊 这个网页如果你功能上用完了 就可以把它给去掉了 我们把这复制一下 Ctrl C 把它替换掉 我们这儿啊 Ctrl V 看一下复制到哪里啊 复制到这个地方 好 Ctrl V 我们再次保存一下啊 再看一下效果 把这关掉 点击一下评分 刷信一下 哎 你看 这次我们就看到这个效果了啊 这下边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评分 在这上边呢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柱的一个高度啊 那每一个柱呢 当我划过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还能有具体的数值 比如说这是28票 8.6分啊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就已经能正常显示出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原代码 点邮件 查看一下原代码 最下边 哎 大家看 它其实就是一个方括号 然后里边呢 我们原来是数值 所以它就是数值 然后这也是数值 所以是对应的 那么当然了 如果大家在后边的时候 很有可能 你下边并不是分数 你可能是城市名 啊 你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岗位名 对吧 那么你想看每一个岗位 或者每个城市 上面的相应数值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你就要用字符串了 那如果是字符串的时候呢 提醒大家 你在你的这个数据库里边 查询出来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查询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给调整过来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就调整过来 不是到网站上 不是到网页上 再去调整你当前的 这样的一个格式 而是在你放到数组里的时候 或者说放到列表里的时候 就把它的格式给变了 比如说在这STR 是吧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改一下 比如这这STR 我们把这个X坐标轴 给它改成字符串 我们再次运行一下 看看会怎么样 刷新 大家看我改成字符串 它就没东西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点右键 看一下原来码 在最下边 大家可以看 当我改成字符串的时候 这前边的这个8.3和8.这 我直接把它打印出来的时候 它就因为这个有一个转移字符的问题 大家看到了吧 所以在这里边的话 它就没有把这个内容 给正常的显示出来 这是我想给大家说的一个关键点 比如当你的这个数据库里边的这些内容 它本身是字符串 那你想直接把它打印出来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 那你说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说可以在这个地方 你尝试一下 其实你那写的东西是对的 就是字符串 已经改好了 那么在这个前边显示的时候 是因为它没有识别你这些符号 所以我们可以在页面上这样写一下 大家注意我们调整的页面啊 这个页面里边呢 我们把这个sql 给它做一个转换 在这可以写个tojson 也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内容呢 改成一个json格式的 然后再给它输出 我们现在看看这样的效果会怎么样 好 我们把这关掉 刷新 然后点击一下我们这个评分 哎 大家看 这次又再次的显示出来了 为什么正常呢 我们点右键看一下这个原代码 最下边 哎 大家可以看到哈 我们这个8.3 本来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数值型的 我们现在就全都变成了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的形式了 而且没有出现刚才这种 转移字符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在上边呢 在它渲染的时候 把每一个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对象 可以变成一个json格式来表达 而json的话就是这种啊 一个字符串的方式 所以大家如果在后边 我们进行其他的项目的时候 需要选出字符串的时候 可以用一下我刚才这种方式啊 就是在页面上渲染的时候 把这个score 直接用一下tojson这种方式 做一次转化啊 就能正常的输出了 好 那么到这儿呢 我们就基本上完成了 这个eCharts的这么一个嵌套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最终的这个效果 那么当我们点击一下这个首页啊 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点击一下评分统计 那么进入到了具体的一个分布啊 当然这次只是拿了一个最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图表 来给大家做展示 但是其中所有的细节呢 都是大同小异的 建议大家可以根据后边 我们需要的这个内容呢 来做相应的调试 好 那么关于eCharts的应用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